《苏俄演绎》 第八回 阿弗勒尔炮轰东宫 斯莫尔尼开创新局 下 再说斯莫尔尼宫这里连连收到捷报 到了次日上午 全城几乎近备占领 仅剩下孤零零东宫一座 也已被赤卫队和众士兵层层围困 列宁直至此时 方才松了口气 呼绝头脑昏沉 几乎栽倒 才想起已是几天几夜未曾合眼了 环顾四周 众人都是眼珠血红 面色清白 胡须乱草一般 列宁便提议抓紧时间 各找地方暂歇一会儿 好迎接下午召开的全额苏维埃二大 说完就与托洛茨基来到会议室一间小屋 在地板上铺了毯子 两人并排躺下 虽是疲惫之志 却因兴奋过度 反不能入睡 便又谈起话来 呼听外面有人进来报知 唐恩等孟什维克发出声明 坚决反对在今天召开全额苏维埃二大 并猛烈谴责布尔什维克发动起义 托洛茨基听了 向列宁道 此时你还是暂不露面为好 让我去对付他们 说完走出 奔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与彼得格勒执委会联席会议 会上托洛茨基说道 举行武装起义是革命者之正当权利 是被践踏的人民群众之正当权利 唐恩之辈固执反对 不过表明他自己成了劳动人民的叛徒而已 唐恩辩驳不过 遂就召开全额苏维埃二大仪式进行投票表决 结果绝大多数赞成召开 唐恩等无可奈何 只有寄最后希望 遇在二大会上做最后一搏了 列宁留在房间里 一边不断派人了解会议情况 一边与军事革命委员们一道 指挥街头战斗 他找来波德沃伊斯基 询问东宫方面情况 波德沃伊斯基解释道 原计划在清晨攻打东宫 但因喀朗施塔德水兵赶来较迟 攻击东宫的战斗部署 尚未最后完成 列宁听了 命他快去准备 未及两个小时 又连来几次催促 波德沃伊斯基速来谨慎 恐准备不周 一再往后推迟 列宁等着焦躁 眼看天已傍黑 全额苏维埃大会召开在即 东宫若拿不下 将压不住反对党气焰 便果断命令波德沃伊斯基 马上发起总攻 务必在大会召开时 占领东宫 如不完成任务 当受重罚 波德沃伊斯基忙拿起电话 命安东诺夫 奥夫谢严科与达班科两人 火速赶去指挥战斗 安达两人驱车赶到东宫前面 正在率领部队发起进攻 呼见数百人 从叶卡捷琳娜大街拐角处涌来 中间多是绅士军官 也有些妇女 再进前来一看 内中有多名政界名人 农民苏维埃执委会主席 阿夫克森齐也夫 彼得格勒市长施勒伊德 钱梁是部长 普罗科伯维奇等 这班人到此 发话要以死相拼 欲以血肉之躯 阻挡攻打东宫 但见他们往前一字站开 拦住了道路 起义士兵鹤令散开 他们只是不动 士兵道 我们奉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 攻打东宫 何人敢来阻拦 阿夫克森齐也夫道 我是农民苏维埃主席 你们不是农民出身吗 难道对自己代言人的话 也不听吗 告诉你们 攻打东宫是绝对错误的 赶快回去 休要再干蠢事 士兵道 我们只认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 别的不管 这班人高叫道 你们果然要去打东宫 就开枪吧 对着你们的同胞 对着妇女开枪吧 先从我们身上踏过去 这一来 竟使士兵们犹豫起来 达班科赶来 把手枪喝道 赶快走开 否则我将采取措施了 阿夫克森齐也夫道 我们不走 你们要怎么样 达班科道 我将下令动武了 再不走 我也敢朝你们开枪 便不管那班人连声抗议 令众士兵拉开枪栓 普罗科波维奇见势不妙 登高喊道 公民们 这群暴徒要对我们使用武力了 我们的鲜血 怎能白白留在这群无赖手上 让他们将我们击毙在街头 实在犹如我们的身份 且离开此地 我们到适渡马聚集 再图拯救祖国和革命之良策吧 人群中一阵商议过后 转身沿大街撤去 安东诺夫和达班科再整阵容 下令将大口径野战炮推上前来 瞄准东宫 吃卫队和士兵抖擞精神 只待攻击令下达 一阵寂静之后 安东诺夫下令开火 却说 涅瓦和尚 波罗的海舰队巡洋舰 阿弗洛尔号早待命多时 众水兵文令 装上教练弹 向东宫连发了三炮 声弱轰雷 一炮打中东宫屋檐 震得瓦片下落 另两炮掉在宫前空地上 将地面砸出浅坑 这炮声便是命令 东宫四周黑暗中 枪声骤起 杀声连天 无数人冲出 直奔广场而来 声如巨雷 视若怒涛 士官声 事先已于大门内堆成掩体 此时连忙扶在后面还击 那枪声夹在齐义军吼声中 七零八落 静似狂涛巨浪中 掺进几声爆竹 转瞬间 防线已被突破 齐义军越过掩体 争先恐后 直取东宫拱门 几人奋勇攀上雕花铁栏 用力砸开门栓 轰然一声响 人潮破门而入 冲进东宫 只见各条走廊静悄悄的 士官声已无影无踪 东宫听堂众多 到处都有大理石雕塑 又有各类珍贵瓷器 玻璃装饰 点缀其间 墙壁上挂得名贵油画 精美绝伦 众士兵冲了进来 猛抬头见这等迷宫一般去处 只觉得眼花缭乱 不知该往哪里卖脚 安东诺夫和达班科令部队分开 哀示搜寻政府官员 肃清士官声抵抗 这时士官声东躲西藏 建了起义部队 便多举枪投降 只有极少人游在顽抗 枪声东一响西一响 在偌大东宫里回荡 那妇女突击营到了这会儿 早已变作逃难营 众女兵丢了枪支 躲进一个大房间 大家瑟瑟抖坐一团 只顾祈祷上帝保佑 安东诺夫自率一路部队 沿着一条宽阔洁白大理石走廊 穿过不知多少个华美厅堂 最后找到政府会议室 那室内宽敞高大 铺着厚厚地毯 深红色紧缎窗漫 自天花板直垂到地面 正中一张长条会议桌 上铺绿色泥绒 两边颓然坐满政府官员 安东诺夫手持左轮手枪 威严地走到众部长面前 说道 我代表彼得格勒 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 你们部长先生们都被逮捕了 当下清点被捕官员 其中有基石金 科诺瓦洛夫 杰列申科 尼基廷等 皆是百姓最恨之人 基石金面色苍白 目光呆滞 杰列申科冷笑道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你们维持不了几天的 安东诺夫身后士兵 扑上前来 欲殴打众部长 有的还推弹上堂 嚷着要把部长们就地处决 安东诺夫急得满头示汗 连忙止住众人 令几名老城士兵 将部长们押出宫 送往彼得巴弗洛夫要塞 又组织纠察队 沿各条走廊通道涉港安哨 保护宫内珍贵文物 严禁抢劫偷窃 被俘的士官生经搜查后 反保证不再与布尔什维克为敌的 当场释放 东宫里直忙了一个通宵 恰当阿弗勒尔号巡洋舰 炮击东宫之时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斯莫尔尼宫大礼堂开幕 巨大的枝壮吊灯下 挤满来自各地的代表 烟雾腾腾 嘈杂声嗡嗡 主席台上 上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委员 坐一横排 进阶垂头丧气 唐恩走到台前摇铃 让众人安静 却哪里静得下来 唐恩摇了一阵 不等前面人群安稳 便匆匆开口道 同志们 苏维埃代表大会 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 和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下召开的 故你们自当明白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 何以决定 已不必对你们再做政治演说了 此时此刻 我党的同志们 正在东宫中受到炮火轰击 为执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 交付给他们的任务 而流血牺牲 你们若想到此种情景 则一定不难理解了 全场一阵嘈杂之声 加以坚力口哨 唐恩不管不顾 用低沉吼吟吼道 我宣布 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 苏维埃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首先一项 乃是选举大会主席团 布尔什维克主张 按各党代表人数比例 分配主席团名额 孟什维克一口声反对 礼堂中争了好一阵子 通过了选举方法 选举结果 布尔什维克占主席团多数 左派社会革命党次之 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 仅有几席 礼堂里欢声掌声 想作一片 托洛茨基 加米涅夫 卢纳查尔斯基 诺根 科伦泰一般布尔什维克领袖 喜洋洋走上主席台 孟什维克恼怒 宣布拒绝参加主席团 唐恩交出首领 与同伴下台去了 加米涅夫当场被推为主席 大会继续进行 代表们正在发言 一阵炮声传来 窗子颤动不已 接着便是密集枪声 马尔托夫要求紧急发言 他跳上主席台 嗓音嘶哑 竭尽全力喊道 同志们 内战即将开始 大会首先应讨论的是 用和平方法来解决危机 避免内战 我要提醒各位注意 正当我们这个大会召开之时 竟然有一个政党 背着大会 组织了暴力行动 该党以此种方式 解决政权问题 只会带来内战 只会对反革命有好处 我们认为 必须建立一个 能为全体民众承认的政权 并提议立即选出一个代表团 去同其他政党和团体协商 会场里 喝彩的 跺脚的 怒骂的 震耳欲聋 马尔托夫 额上青筋乱跳 嗓子以哑然失声 此时 东宫方向枪声 愈加密集 又有一批 孟什维克代表 跳起 大骂布尔什维克 主张立即派一代表团 去与临时政府谈判 制止武力冲突 和平成立一个 能为各阶层所拥护的新内阁 布尔什维克代表 大吼 叛徒 科尔尼洛夫分子 一名孟什维克 不顾混乱 高声宣布 现在我来宣读本党之宣言 由于布尔什维克 事先不与其他党派商量 仗着彼得格勒 苏维埃之帮助 掀起军事叛乱 我党认为 我党在留在这个大会里 已不负可能 故决定退出大会 且欲请其他党派 和我们采取同样之行动 话由未完 大厅内几千人乱喊道 逃兵 滚吧 滚到临时政府那里去吧 孟什维克除国际主义派之外 各个脸色发青 沉着面孔退出会场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紧随其后退出 又一阵吵嚷之后 会场才算平静下来 托洛茨基上前讲话 只听他说到 人民群众之起义 并不需要辩护 已经发生之事是起义 而非密谋 我们锻炼了彼得格勒 工人和士兵之革命毅力 体现了群众的意志 我们没有策划密谋 现在起义胜利了 却有人向我们建议 放弃胜利 要我们做出让步 进行谈判 请问跟谁谈判 跟谁缔结协议呢 跟那些失败了的可怜虫吗 不 俄国再也没有人跟他们走了 我们要对那些从这里溜掉 或提出这种建议的人说 你们是可怜的一小撮 是失败者 你们的戏已演完了 就请滚到你们应该待的地方 历史的垃圾箱里去吧 掌声如潮 托洛茨基接过一张纸条 略略一读 又仰手向全场道 同志们 静一静 现在向你们报告一个 最新消息 东宫已被骑义部队攻占 现在向大家宣读 被捕的临时政府部长的名单 雷鸣般欢声中 有人将帽子手帕朝天上乱抛 托洛茨基全力喊道 同志们 请安静 我现在向大会介绍一个人 一个受到全俄国工人 士兵和农民爱戴的人 他由于临时政府迫害 不得不隐居三个月之久 现在他终于可以和大家在一起了 他就是弗拉基米尔 伊利奇列宁 话音未落 列宁已大步走上讲台 会场中人们更加激动 门边窗户与过道里的人 争相向前几 都想目睹列宁之面容 欢呼声稍减 列宁开口说道 同志们 现在我们要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秩序了 又是一阵欢呼 历时数分钟之久 列宁道 当前第一件要做之事 便是采取切实有效之措施来实现和平 我们将根据苏歪提出之购合条件 向所有交战国提出购合 同时 我们将遵循自己的诺言 公布并废除一切秘密条约 现在让我来宣读两项应由你们选出的政府来发表的宣言吧 大礼堂中嘈杂之声戛然而止 鸦雀无声 人人摒弃宁神 注视列宁 列宁语调平缓 却是字字惊天动地 有分交 一番苦心有结果 两项法令定人心 欲知列宁究竟说些什么 且听下回分解